當市立會高有委員會29會上午到新娘區的男子國小 現場有到市員蔡有輝 心甲紅 心靜當 許又人甄甄 和上官黨員的人員 在校長和家長會長的北董姿哈 做會來回看 一間好 一間還可以佔50萬來做它的基本應理設施改變 就沒有啦 所以今天高有小組的時候要來男子國小看 原因最重要是說 建議我們交集應該要給男子國小 這個步道改善一下 讓學生在學校的運動 走路 踐行有一個安全的步道 跟我們今天是原因是這樣 男子國小就好問頭前的抗地 因為如今普京破海地基 造成路面無背 影響到的小孩走路的安全 市原蔡有會表時 每一間學校等年都分配到的經費有寒 這次的會寒就是希望向高有救進出更多的經費 來改善這個問題 基本上今天來看男子國小是結構上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全國 不是只有男子國小 就是說某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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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起 導致很多公用設施包括我們常常去操場 操場突起一樣可以操場破壞 或是說我們今天看他步道 突起後步道你走不凹不平 學生在運動也好 你走下去安全所影響 除了男子國小 還有少祖前後也有北河 選操國小的管理很好 也還有人體的好順國小 了解學校到有設施的問題 跟不久的所在 希望可以進出成就的醫生來改善 讓小孩一個安全舒適的好風環境 南天新聞 翁翊新雅 蔡宏報道